来看一下有关Google文件这个部分 Google文件其实它原本的用法是这样子 它做一个线上的office 当然它不会说我这样就可以把微软干掉 这不是它原本的用意 因为目前网页上还是有比较多限制 但是它提供的 其实现在微软2007以后不是有推出云端的那个吗 2008以后也有推出云端的那个 有没有 那今天你要用Google文件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你把它转换成所谓的Google文件 那有转换跟没转换差在哪里 有转换的话你可以直接在线上签计 没有转换的话 你就是好像把它当做一个网路硬碟来用这样 也就是说你今天只能看不能改 各位记不记得我们早上有一份Word文件 我是不是在线上就直接打开来看 今天不管你是用2007做的 2010做的 我都可以看 就算我电脑没有装Word的还是OK 这是一个选择方法 我把它当网路硬碟来用 但是我不能去编辑它 你如果要编辑它 你必须要转换成所谓的Google文件 但这样转换成Google文件目前有一些限制 所以你要先了解 第一个 如果你是简报 它在10Mb 当然这个规则它有时候会改变 铁针时间就变一下 所以可能还要再确认 不过目前来讲应该是还没有 那再来就是试上表 就是所谓Effail可以20Mb 然后PDF呢10Mb 诶 那Word的勒 有看到吗 几张 有没有看到Word 几Mb 好小哦 好像很小戏对不对 其实它原本目的就是需要说 你不要太大的档案来上面编辑 因为这样速度法比较慢 好那所以你可以就是比较小的 或者说有时候你在思考之后 我就在上面打一打 好像一个笔记本这样子 然后打一打之后呢回去我再整理 好 让你随时做记录 那么所以呢 类似像这样是E美卡 那么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呢 你如果在上款的时候就要注意 它预设值在这边 它会把这个勾起来 就是预设值它会帮你把你要上场的文件转换 可是你超过那个限制就是传不上去 好就传不上去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 好 所以我通常会用的大概是简报 那么我们先进到Google文件 那Google文件到底在哪里勒 在这边 你也不用记网址 不管你从Gmail 还是从这边 有没有看到Google文件 Google日历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边直接进来会比较快 相片在这里 就是皮卡扎的相簿 也是从这边进来 好 你一进来 你会看到我的东西好多 因为我已经把它真的变成 好像我的另外一个随身碟一样 那么各位您一进去呢 应该没有那么丰富 好 都是空的 但是您要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 叫做我的文件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的功能 所以跟我们刚刚反案过一样 我建议老师 如果您想要认真的用它的话 最好能够建一下目录 好 建一下目录 不然的话以后你真的反案很多的时候 然后说真的 你也懒得整理 虽然它有7.8G 还可以放蛮多东西 但是你懒得整理之后 东西就乱了 好 所以我们会建议老师 可以稍微在这边 把目录整理好 不过它的目录 并不是真的目录 什么意思呢 它只是一个标签 只是一个标签 也就是说 以我们档案总管的概念 今天如果 我把档案 放在这个资料夹 你看我现在放到问卷范例 我如果放在这里 请问如果我这个Word的光解 也会用到这个档案 你是要复制一份再拖过来 正常来讲 我们在档案总管是这样 因为一个目录 一个档案只能放到一个目录里面 可是我不同目录用到的时候 这就不行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 档案空间浪费 还有以后你要做版本控制不容易 可是我们刚刚在Google文件上面 那种是属于一种标签 所以今天比如说你看 有没有这里有一个 好 你看我把它整理一下 你看右手边 这里 有没有叫整理 我可以把它整理 啊 这一个是属于上课用的 好 治愈国中 没有 那我就 等一下 这里 整理 治愈国中 好 这里有一个打扣 有没有 这个 这样太小了 说起来就有了 好 那如果他也是属于我的 比如说我在领中也会用到 有没有可以勾起来 你了解意思了吗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出来 真的标签了吧 其实有种同一个档案 你在不同地方用到 好 那假设我是放在这边 我按超用 所以他要告诉我 这是在肆意国中的 那我如果点左手边这个 上课用 肆意国中 我就会看到他 是不是在里面了 这样了解了 所以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在中正的 好 文化的 这样你是把它就整理好了 好 就整理好 所以您在左手边这边 您可以先从这边新增 有没有叫文献集 这个就是目录 好 你从这边先把你的目录 你可以先把它 先用一下 可以把它稍微建一下 那等一下呢 我们从这边上载 好 那么上传的话呢 它现在有分两种 一种 这个是新的 最近才推出来了 一种叫档案 一种叫基本 那么其实它所谓的档案 事实上就是抛光什么 如果您真的 资料比较多的 你可以整个资料夹丢过去 我们一般 你看网页上 比如说邮件的附件 是不是都只能一个档案 对不对 你要丢比较多个就不行 不能丢资料夹 可是它现在有新增资料夹的功能 不过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你最好用的是那个 Google的浏览器 就是Chrome 那它就是内线就支援 不用安装任何东西 那像我现在用的是Firebus 对不对 好 那它就需要 那你要用这个的时候 它告诉你 你需要安装个 那个 应该是应用程式 应用程式 好 好 好 你看我来上传一个 基本 好 点一下之后 好 那如果您是 AE以外的 您可以直接从桌面 或是要给它丢过来 直接从这边丢到这里 好 AE就是不行就对了 反正 反正AE有很多限制 好 那我就用大家都可以了 就选取 好 我就找到我的文件 OK 刚刚这里有一个 假设我这个样 我就撿到它 诶 不过我现在要打开 好 询问 我如果要上传 这个是周大 有没有超过它的限制 有对不对 你看 这里 预设值 这里有没有勾起来 这个有勾起来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 这个档案上传 不会成功 因为它要转换嘛 可是你要超过大小 那如果你一定要传上去 前面的关系 你把这个勾掉 那也就是你只能在上面看 不能改 好 只能看不能改 这样可以成功 这样了解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那么至于说 您要上传就要放在哪里 最好是先在这边 就可以先决定好了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决定了 就直接开始上传 这样代表什么 放在根目录下面 放在根目录下面 那这样没问题了吧 好 那我就把后面还给老师 请您一起到 这个Google文件 稍微看一下 你不确定 那个档案的大小 跟类型的话 从这边有没有 没有错 这是我 我简报上的资料 应该是 目前是最新版的 就是 或者的 英雷卡 好 一般这个 然后简报 所以我大部分放 大部分放简报比较多 还有PDF PDF 因为PDF 也是 它上面虽然没有写到PDF 是让PDF 转换来自PDF 是不是 PDF 它这里没有写到 其实PDF 应该也是10Mb 也是10Mb 好 那您大概了解了 现在呢 我们就回到这边来 好 那么 假设 您刚刚的是跟我一样 就是 没有转换的 你看我点到这个档案 点一下它会打开它 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一个叫下载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可以当作自己的随身体 你可以当作是跟别人共用的 那我现在是没有跟别人共用 而且这个档案是没有转换的 对不对 所以我可不可以编辑 不能编辑 可是我可以看 那您了解了吗 好 可以看 所以你可以下转 那么今天如果说 我这个档案 我想要怎么样 想要跟别人分享 当作网络一点来用吗 所以我们可以到哪里 共用这边 有看到了 共用 你就可以点到 你可以单纯的直接传给 那个什么 就是用email 传附件给人家 有没有 也可以 那或者是 你可以传给他这个网址 他可以进来检视 那我们看一下共用设定这边 来 好 如果你今天 你 因为我现在内定是私人的 对不对 就把它变增一下 那这里呢 它有三个选项 你要注意一下 有三种 私人的 当然网络上肯定是不能看 只有你自己可以看 或者你邀请的人 有gmail的 才可以看 那么 还有分两种公开的方法 一种就是说 搜运行可以找得到的 就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 他会给你一个什么 link 那是有那个link的人 才可以进来 可是搜运行不会找到那个link 这样您了解意思吗 所以假设我要用的是第一种 打勾 好 那当然我们当然 就是只要看就好 不用奸基 所以我按处身 这个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网址 有没有 你就把这个网址给人家就好了 这样您了解了吗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用在email里面 或是用在这个所谓的即时讯息里面 你看哦 我拿到别的地方来 它就会出现这样下载的画面 有没有一个叫tunlow 对不对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登录的嘛 我在IE这边没有登录 所以他就只能下载 或者直接在线上看 那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了吧 那gmail的google文件的这个呢 单一档案 单一档案 您看一下 我把这个关掉 它的上载的部分 如果你要分享单一档案的话 最大可以好像是250MB 这样应该可以满足大家比较 就是常见的需求吧 你很少会分享那么大的嘛 如果要再大一点 再想别的办法 因为有别的空间可以放更大的 所以这个地方您可以像这样使用 那么如果你本身 比如说你看我建立一个新的 直接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那就好像你在线上开一个握的档案一样 它主要上面有三种功能 Word Excel 跟PowerPoint 这三种 因为这是大家最常用的 所以你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打 那那个编辑器呢 你会发现很熟悉 因为跟写作平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好 几乎是一模一样 好那你看到这边 你看 有没有觉得还蛮熟悉的感觉 上面这里有没有还蛮接近的 好 所以大致上是像这样 那文件的标题点一下 这就是文件的名称 就是在这里 好 如果你假设你是直接从线上开一个新档案的 可以从这边做 从这边做 那么上面的这些功能呢 其实真的都很类似 好 所以我就不用讲太多 不用讲太多 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没有问题的 好 最后就把它关掉 OK 那么 现在您大概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呢 也会归纳的 那这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 Google文件跟我们写作平台一样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历史回溯 好 有没有我们在写作平台有没有一个版本 所以今天您看刚刚这个 对不对 你看哦 有没有看到新增或管理版本 哎 在它动作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有没有 新增或这个 好 这个是最新版 所以只有一个 那我找另外一份文件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可能就比较多版本 哦 这个 好 这个是共用的 我要找其他的 嗯 这个我看一下没有不同版本 哇 都刚好 我后来都有一些有单调 所以可能都没有 没有不同的版本 反正老师知道从这边来就好了 就是它一样可以回溯回去 不过那很前提啦 前提还是一个就是 你要属于它 线上的那种可以线起 有转换过的 才行 没有转换过的 没有用 这样了解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先跟老师再来分析